我在這邊要來爆料 林昌佐 你原本房產都在大安文山區 為什麼 你的老婆 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花了4400萬 在中正區買房子 錢怎麼來的 何時搬進去的 你現在都住那裡嗎 林昌佐 你剛剛在民視的專訪裡面講說 有人同意你可以不用開會 林昌佐 24小時內你講出來 是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 可以 同意 你不用來開會 二八基金會是行政的單位 聘書是院長發的 一個立法委員 嚇張到在中選會公報講 說你行政院的單位 雖然聘我當董事 我可以不用來 嚇張到這樣 剛剛廖董事長講得非常清楚 15次董事該出席只來的一次 然後你背叛了 二二八的遺囑 第二 你得憂鬱症 你得躁鬱症 別人比你嚴重 都要當兵 你卻不當兵 逃避兵役 你對國家 失去了忠心 今年七月 ET Today有做民調 評分八個立委 台北市 零分到十分 蔣灣最高六分 高嘉宇五分 何志偉五分 林昌佐 兩分 在萬華 兩分 完全沒有服務 完全沒有作為搞意識形態 這樣的立委 我當然 我們當然要罷免他 最後我要講 他媽媽的事情 他媽媽曾經 是台北市 會計師公會的理事長 在大陸 做很大的生意 賺很多錢 媽媽在大陸 賺鈔票 兒子在台灣 騙選票 如果這樣都罷不掉的話 然後我們會讓 國會二子的話 讓所有人可以 當國會議員 可以不負責任 我在這邊要來爆料 林昌佐 你原本房產 都在大安文山區 為什麼 你的老婆 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花了4400萬 在中正區買房子 錢怎麼來的 何時搬進去的 你現在都住那裡嗎 你說老婆 小孩 跟你都一直住在中正區 你五年多的任期裡面 住在你的選區 萬華中正區裡面的 有幾天 是不是因為 劉寶傑 在前年年底 12月7號 在關鍵時刻 說你根本就 根本就不住中正萬華區 但是你一轉身 他12月講完 你二月馬上購進 4400萬的房子 你就算有貸款30年 投機款至少也要進千萬 一個月 還要付十幾萬 錢從哪裡來 包括你現在掛廣告 為什麼 林昌佐 你錢那麼多 我也呼籲一下 民進黨的高層 你們用同樣的標準 在台中檢視員寬恆的 拿來台北 問一下林昌佐 請林昌佐 說清楚 講明白 請林昌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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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林昌佐